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聊到过一个令人兴奋的新天体,San Atlas彗星,它的发现引起了天文学界的高度关注。 它是继2017年让全球震动的奥默默,以及2019年造访太阳系的暴力索夫之后,人类有史以来观测到的第三个从太阳系之外飞来的星级访客。 而就在这颗彗星刚刚被天文观测系统捕捉到之后,互联网上和部分科学圈里立刻就冒出了惊人的声音,这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普通的彗星,而是某种人造的结构体,甚至可能来自遥远星系的外星技术。 这样的推测迅速在媒体和社交平台上传播开来,一度成为新闻头条,引发热议。 但很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我们熟悉的NASA,出面给出了官方回应,并用一系列科学证据坚定地反驳了这些外星科技的说法。 在接下来的讲解中,我们会深入剖析,为什么它是外星飞船的说法会这么快传遍全球? NASA又是如何一步一步用证据还原真相的? 更重要的是,这颗彗星背后隐藏的真正秘密,它揭示了我们太阳系之外那些陌生星系中存在怎样令人震惊的化学现象。 一切的起点发生在2025年7月1日深夜,那时设在智力的NASA天文系统,也就是小行星撞击预警系统,意外探测到夜空中一个极其微弱但飞行速度惊人的天体,正以近乎不可思议的速度划过地球视野。 科学家迅速对它的轨道进行了计算和模拟,结果令人大吃一惊,这个天体的运行轨迹完全不受太阳引力的束缚,也就是说,它根本不是太阳系中自传的成员。 相反,它的飞行轨迹呈现出典型的双曲线特征,这在天文学上是明确的标志,代表它的来源不是太阳,而是来自太阳系之外,深空中某个遥远的星际角落。 在确认了它的外来者身份之后,天文学界迅速给它取了一个标准的名字,San Atlas,其中的三亿为第三个星际物体,这是对它在历史地位上的肯定,而Atlas则纪念了最先发现它的观测系统。 通过进一步观测,科学家推测它的直径可能从几百米到几公里不等,而且它的飞行速度更是突破常规,超过了每小时二十万公里。 这比我们之前发现的所有星际物体都要快上不少,简直就是宇宙中的极速心事。 对绝大多数天文学家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研究机会,一个可以窥见外星世界材料本质的完美样本,令人兴奋不已。 深入分析这颗彗星的化学成分和运行行为,科学家们希望能够借此以归其他恒星系统中,行星和彗星是如何从星云中慢慢孕育而生的,从而补全我们对宇宙诞生机制的认识。 然而,哈佛大学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加利瑞项目的负责人阿维·勒布教授,却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带有挑战主流认知的意味。 在他发表的一篇科学论文以及随后更新的博客文章中,勒布详细指出,这个天体在最初被发现时并没有出现我们熟知的惠味,也没有明显的气体喷发现象,轨道也略显异常,与典型彗星轨迹略有出入。 他进一步推论,如果这个天体在接近太阳时仍然不释放任何气体,或者在穿越太阳背后之后轨道发生明显变化,那么这些都可能是他并非自然产物的迹象,甚至不排除它是一种被设计并发射出来的外星技术装置。 更令人震惊的是,勒布在他的理论模型中还提到,这种物体在某种假设条件下甚至可能带有恶意或执行某种任务,这无疑点燃了公众对外星文明的强烈好奇心。 不过,他也坦率地承认,更合理,更符合奥卡姆踢刀原则的解释,仍使它是一颗普通的星际彗星。 他强调,自己的提案更多是一种思维实验,一种促使科学界保持对未知可能性开放态度的智力探索。 尽管他做出了科学上的保留,但只要提到外星科技这四个字,就足以点燃媒体的热情,让这个话题迅速窜上新闻头条,引发全球范围的舆论热潮。 这已经是不到十年内,人类第二次陷入对星际来客的身份之争,它们是否真的只是冰块和岩石,还是隐藏着更高等文明的线索? 类似的话题总是令人着迷。 而是很快组织专家团队展开独立评估,准备以数据说话,用科学给出清晰答案。 而NASA给出的分析,不仅更系统,更扎实,还建立在多方观测数据之上,具备极高的科学可信度,足以平息大部分非理性猜测。 NASA调动了地面大型天文望远镜,绕地轨道上的哈勃太空望远镜,甚至还动用了当下最先进的詹姆斯, 微薄太空望远镜,来对San Atlas进行全面监测和深入分析,确保从多个角度掌握其特性。 三个观测平台所获取的数据结果出其一致,它们从不同波段,不同角度验证了同一个结论,为判断天体的本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最终的综合分析表明,这个神秘天体的行为在多个方面都与我们熟悉的彗星极为相似,从喷发轨迹,物质组成到反光特征,都符合彗星应有的表现。 对此,美国宇航局负责小天体研究的首席科学家汤姆斯塔特勒博士做出了简洁而有力的总结陈述,为公众示意。 他说,从外观上看,它就是一颗典型的彗星,不仅如此,它的行为也完全符合我们对彗星的一切预期。 更关键的是,无数的观测数据都支持这一点,这是一个天然的彗星,没有迹象表明它是人造物体。 正如在太阳系中常见的那样,当彗星逐渐接近太阳时,其表面受到太阳辐射的强烈加热,就会开始释放气体与尘埃,形成壮观的汇发和托尾。 这也是天文学家最直观的识别依据。 通过对其释放出的气体进行光谱分析,科学家确认其大气中包含大量水冰与二氧化碳。 但有趣的是,与我们太阳系内部的彗星相比,它的二氧化碳比例显著偏高,这一点非常不同寻常。 另外,它释放的尘埃颗粒在光照下的反射和散射方式也略显独特,这导致它在望远镜中的偏振特征具有明显区别,进一步印证了它的星际来源。 综上这些物理与化学证据,没有任何一项真正指向这颗彗星使外星人制造的产物。 相反,它的一切表现都符合自然形成的规律,没有超出现有科学解释的部分。 只有在那些遥远的恒星系统中形成,并在那里经历数十亿年演化的星际彗星才会带有如此丰富多样,略显陌生的物理与化学特征,这正是星际物体令人着迷之处。 更重要的一点是,NASA也特别强调,这颗星际彗星对地球没有任何潜在威胁,完全不构成撞击风险,让惯心安全问题的公众可以放心。 它从地球最近时,距离太阳大约是1.8个天文单位,换句话说,距离约为1.7亿英里,远远超出地球轨道,足够安全。 经过精确轨道计算后发现,它会经过火星、木星以及金星的轨道附近,但每次接近都维持着安全距离,没有任何引力扰动或碰撞的可能性。 NASA也借此机会提醒大众,其实彗星行为出现一些异常并不稀奇,这是天体物理中相当常见的现象,不应轻易与神秘事物挂钩。 即便是我们太阳系内的彗星,也经常会因为内部冰层突然塌险,或某些区域局部加热导致尘埃剧烈喷发,从而在短时间内变量或变暗,行为反复无常。 所以,即便某些观测数据看上去异常,也不能简单地用人造来解释,因为这些都在自然天体的正常物理范畴之内。 实际上,这些变化正是冰冻天体在接近恒星时常见的反应,是自然界中物理定律作用下的必然现象。 综合大量观测数据和分析结果,NASA科学家们用一系列清晰而可信的证据,彻底推翻了这是外星飞船这一缺乏基础的假设。 相反,科学家们更看重的是这个罕见的机会,它让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研究来自另一个恒星系统的原始物质,堪称是宇宙送来的化学样本品。 对NASA而言,这次事件真正值得上头条的,不是那些关于外星科技的炒作,而是我们人类现在拥有能力以极高分辨率和精度,实时探测并深入分析一个来自太阳系外的天体,这是前所未有的成就。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San Atlas既不是飞船,也不是高智能产物,它到底有什么重要性?为什么科学界如此重视它?原因其实非常朴素,每一颗星际彗星都是一扇通往其他恒星系统的化学与物理窗口,它们携带着远方世界的土壤样本。 这些天体各自的成分比例,物质结构和轨道轨迹,就像指纹一样,忠实地记录着它们在诞生之初所处星系的温度、压力和演化历程。 就San Atlas而言,它体内异常高比例的二氧化碳,说明它可能来自一个极其寒冷的星际边缘地带,那里的温度甚至低于我们太阳系中最遥远彗星的诞生地。 一些研究甚至提出,它可能源自银河系的后盘区域,这是银河最古老的部分之一。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它的年龄可能超过七十亿年,比我们整个太阳系还要年长。 这也意味着,它绝不仅仅是个让人挖一声的宇宙好奇心玩意,而是真正具备研究价值的远古遗物。 它更像是另一个行星诞生地飞溅出的碎片,历经数十亿年在银河中孤独漂泊, 如今意外造访我们的天空,仿佛是宇宙历史的一张明信片。 通过深入研究这颗星际彗星,科学家不仅能够回顾太阳系自身的起源, 还能从银河系整体的角度,理解各种行星系统是如何诞生,演化乃至消亡的。 进一步的观测还揭示出,这颗彗星与此前发现的两个星际访客,奥默默与鲍利索夫, 在多个方面都表现出显著差异,似乎代表着另一种类型的宇宙旅者。 比如2017年经过的奥默默,他没有释放出我们预期的汇发或气体云,也就是所谓的昏迷。 这一异常特征至今仍在科学界引发争论,关于它的性质仍未达成一致。 而2019年的鲍利索夫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它表现得就像一本教科书上的标准彗星, 从彗尾到组成成分,完全符合我们对太阳系彗星的理解。 而这次的主角,San Ellis,则恰好处在这两者之间, 它既有点心彗星的七体活动,又展现出一些前所未见的化学特性。 它整体上符合彗星的行为规律,但其二氧化碳含量,光谱反射模式和偏振特征, 却与以往观察到的彗星都不一样,使它在众多天体中显得格外特别,读书一致。 也正是这种超出预期的多样性,让天文学家们眼前一亮, 因为每一种不同都可能意味着新的科学线索,新的宇宙故事。 通过将这些稀有星际访客的组成和行为进行比对, 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回答一个关键问题。 我们太阳系的形成过程,是宇宙中的普遍现象, 还是某种极为特殊的偶然。 每一位来自遥远星系的星际旅客, 都像是宇宙拼图中的一块关键碎片, 帮助我们逐步拼出银河历史那幅复杂而壮丽的画卷。 围绕它产生的种种争议, 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科学运作的本质。 它并非一锤定音,而是在质疑, 验证和不断修正中前行的动态过程。 乐部教授所提出的外星科技假设, 虽然颇具争议, 却也提醒我们, 在科学中提出意见, 挑战常识是推动理解边界不断前进的重要力量。 而NASA以实证数据为基础, 进行严谨分析的回应, 也强调了另一段的重要性。 在科学探索中, 理性与谨慎的验证过程永远不可或缺。 这两种声音的存在, 共同证明了科学是建立在假设与证据不断碰撞, 交锋, 协同之上的知识体系, 缺一不可。 最终, 唯有坚实的数据和反复验证的证据, 才能揭开真相的面纱, 把一桩科学悬案真正画上句号。 如今, 借助先进的现代望远镜和全球协作的观测系统, 天文学家已经具备了在十年前几乎不敢想象的能力, 能更早、更准确地探测这些星级访客, 为每一次宇宙邂逅做好万全准备。 来自世界各地的天文台通过无缝协作, 从紫外到红外多个波段同步观测, 捕捉到了从彗星气体释放的速度, 到尘埃如何散射阳光的每一个微小细节, 让我们对这些天体有了前所未有的高清画像。 所以最终结论是明确的, 彗星San Atlas并不是外星技术, 也不是智慧文明的造物, 它只是一个来自遥远星级的天然访客。 它是一颗遵循物理法则自然形成的星级彗星, 在穿越太阳系的短暂旅程中释放出气体和尘埃, 留下了壮观的彗尾, 也带来了珍贵的科学信息。 它的真正意义, 并非来自幻想小说的外星传奇, 而是来自严谨科学的震撼启示, 我们得以短暂一瞥, 一个从另一颗恒星系统远道而来的真实物质样本。 这是一场现实中的星际接触。 如果你对这些宇宙深处的神秘来客还意犹未尽, 想继续探索更多关于恒星、 星系和遥远天体的精彩发现,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提醒, 我们将持续为你带来最前沿, 最通俗的天文解说。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继续一起仰望星空, 追踪宇宙的脚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